問題是會不會難找男朋友 感覺上男人可能會介意女朋友鋪一些性感的照片 我就沒有嘗試去找這個男朋友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難找的 但是如果我是因為鋪這些照片 而令到我是沒有男朋友 那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很明顯這個人是不適合我 就是他不會去覺得我 認識我做的 所以他是我們不適合 不適合就不在一起 等於你會不會說 譬如你經常在網上去 即是我 你經常在網上去公開講一些反政府的政見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他就問你 你怕不怕你講那麼多政見 你會很難找男朋友呢 或者很難找到將來的老公老婆呢 因為你經常在講反政府 那如果那個老婆或者那個老公 他是 藍絲支持政府親共的 那你本身已經價值觀是大相敬庭 已經不應該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你說會不會 他露波 或者經常post一些性感相片 或者經常在那裡說 有很多貓毛在我鼻子上 所以不好意思 我要好像在那裡撩鼻 我不是想撩的 真的很多貓毛 撩到紅了 即是 如果你說問我那個男人 會不會說因為我 露波而 或者經常在那裡說一些色情話 講一些 其實我也不覺得很色情 講一些關於性的東西 而會 沒有那麼容易找男朋友 或者沒有那麼 別人會介意的那些 那 就證明那個人不適合我 耶 是不是 即是你等於政見那件事情 如果他因為你 支持 民主自由 或者 支持抗爭者 或者你是抗爭者 而他是會介意的 價值觀就已經是no no 已經是不行了 所以就 那如果假如全世界 只有你一個人 是支持抗爭者 那 你就孤獨 中老 但是不會嘛 即是這個世界很多人 是不同思想 不會全部男性 都是介意你 這樣去拿路 即是我覺得我也不算很拿路 但不是全部人都去介意的 那 你就找那些不介意的那些 你就不要那麼在意有沒有 男朋友 這件事 或者不要那麼在意 即是 自己的愛情 那方面 因為你其實 任何人 不只是女性 你都有很多事情 可以發展的 沒有人叫你 要很著重愛情那邊 你可以發展你的事業 你可以發展你的興趣 如果你想生孩子 你可以去借種 或者 或者你 你 不想負責 即你可以去 甚至你去one night stand 找個好一點的 你覺得那些好好的男人 去跟你one night stand 之後 就這樣生孩子 即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人生不只是找一個 即是很 怎樣說 找一個兒子去養你 即是我 至少我 我不是 喜歡 或者渴望去這樣 或者結婚 只是結婚 然後照顧家庭 即是可以是我的人生一部份 但是你不是 完全 100%為了這件事 去 生存 還要我現在 當然是活在多下 你隨時有武漢肺炎又死 隨時可能 變浮屍 喂 你還要想 我會不會將來有一個 Imaginary 的老公呢 或者有一個 Imaginary 的男朋友呢 會介意你現在在做的事 喂 那你還去想這些 完全是 根本現在不存在的事 那你是為甚麼呢 是不是 即是不要煩那麼多 我覺得 即是 一個人是接受你 是喜歡你的 他會接受你 喜歡你的全部 尤其是這件事 不是一個對錯 我覺得 即是譬如 不是說要別人 即是譬如 有些人是 個人是很壞 譬如又不誠實 又打人 又偷騙拐騙 然後對人很差 那當然不要 要奢求別人 接受你這些 壞的特質 但是你自己做一些 無雙大雅 又沒有傷害別人 又沒有 即是 沒有甚麼事情 譬如是 寫一下這些照片 講一下這些色情 那 我覺得 一個真正愛你的人 是會接受你這件事 或者甚至不是接受 不是接受 是喜歡你這件事 他就是喜歡你這麼大膽 或者就是喜歡你 講這些性別的東西 或者去推動這些所謂 一些性自主 身體自主的東西 他就是欣賞你這件事 我覺得 所以 對 突然間好像 講了很多 很多